这个其实在我看来 统统是因为那17天的过错 就完全不了解 它的为人处事 你觉得怎么样呢 怎么说 就是一根筋 怎么理解 它不变通 我是开美容院的 他经常来店里 然后有的时候 他就跟顾客聊 他喜欢这个人的时候 聊得可好了 谁都说他真是 我找到好老公 怎么地的 但是他不喜欢的时候 比如说人家说 他带了项目来的 你可以说 你不做 跪打鞋再看看 他不是 他就说 你这是骗人的 你赚钱了吗 你没赚钱 你回来骗我 我不喜欢 让人家产生幻想 我不能合作的事 我就当机立断 直接拒绝 做生意人都是 你给人家火热 我给人家 这次不合作 下次吗 是吧 将来还有吗 怎么就直接 就一棍子打死了 我问一个问题 你们俩的生意 有交集吗 交集不大 他这个生意 他一年谈一个 成了就赚钱 听明白了 那就说 基本上没有什么 买卖上利益的纠葛 对吧 对 那了解了 那了解了 我好奇地问一句 您上来之前编导 特别跟我打了招呼 说这个男的 特别容易起伙 但是没有那样 这个信息 到底是谁给的呢 是你给的吗 我刚开始 没结婚的时候 就被他这种表面 给迷惑了 和大姑娘似的 事实呢 事实的就是 点火就着啊 我跟他生活在一起 真的很惶恐 因为我不知道 哪句话错了 他又要蹦高 是这样吗 他说的不全面 我应该是一个 比较冷静 内心平和的人 一旦对方 取解了我的出发点 我容易产生 生气的这种状况 但他也不是 一下爆然 如果对方 接二连三 持续地 对我产生这种力量 或者是误解地传导 我的心脏就会产生加速 你们俩现在这个 夫妻状态 是个什么状态 我们现在分居了 现在打得挺厉害 各个各的吧 冷静一下 我觉得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一个周 见一次面 应该是最好的 或者说一个月 见一次都好 但我现在就不想 跟他过了 我是觉得 我太紧张 跟他在一起 那你们分居 是在一个屋檐下分居呢 各出各的呢 还是说他搬出去了 他搬出去了 多久了 就这一个月 分居之后怎么样 你觉得 挺好的 分居之后 因为我这边生活习惯 是喜欢早起早睡 睡眠质量挺好的 还有这个 也不怎么发脾气了 我觉得他真的适合 一个人生活 那你们俩不就 达成共识了吗 为什么来这儿呢 我是不想跟他过了 对啊 我听您的意思 也是分居挺好嘛 分居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沉下心来 我也冷静地思考思考 因为人和人之间的 缘分也不容易 我也在想 是不是自己 在情感这方面 还不够成熟 我也想请主持人 和各位导师 看看我有什么 不足和漏洞 方便告诉我们 第一段婚姻 是为什么嘛 第一段婚姻 应该是跟 跟应酬比较多 跟酒精有一些关系 后来我们俩 相识之后呢 我就做了一个 彻底的戒酒 戒酒多久啊 我们认识之后 我就戒了 我们订婚 第一条就是戒酒 你过去喝酒 喝到什么程度 过去喝酒 应该一天能 三次四次的应酬吧 突然就全断了 突然全断了 所以我说他不是凡人吗 现在等于你想 跟他离婚了是吧 是的 我太闹了 我觉得我找了 我找的是丈夫 这真来祸害我的 先生那意思是不太想离 是吧 我还是很珍惜的 说白了就是 你会觉得他在很多的行为 生活习惯 为人处事的方式上面 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吗 是的 有人说过你怪吗 还可以 我还比较和勤 我这么说一句话 你也别不爱听啊 怪呢是真有点怪 但是要说你这老婆 对这个男人上不上心呢 我觉得差点意思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 我们家那口子就说 赵老师你最近不对 我怎么不对 说你脾气特别不好 我自己没有意识 我就回想啊 我有时候录节目的时候 过去没有 就近一段时期是有的 就心里面突然就焦躁 这就是戒断反应嘛 对吧 就特别不舒服 当然我跟戒酒没有关系 我是戒烟嘛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地难受 我说这个是为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 我说这个就是 在这个一段时间 不喝酒之后 又没有药物戒断的辅助之下 会有一些其他的反应 那么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